你好 十一点的十分 十一点的十分 今天三月十七号 三月十七号 我们环球邮报台北新闻的读者们 台湾五三九的会员们 社长因为昨天生病 急诊到台大医院急诊室 已经住了一天半了 那医师诊断结果是个痛风 神经痛很难过 好 现在医生通知说不必住院 那我现在就叫了救护车 明天救护车送我回去 非常抱歉 昨天没有跟各位报牌出去 报牌也不会中 请各位特别注意 这个牌子不好 大家不要乱投资 大家都需要赚钱 出来一趟都是要花钱 吓死人 这个连低收付台大医院要付两百五 急诊要付两百五低收 但你没有两百五你就出不了院 很可怜的 这个只有自己同心自己 自己多努力多赚点钱 没有人会同心我们这个产照的 产照也七年半了 在立法院隔壁一看到立法院 我老地方 眼泪都快流出来 因为这是我的老地方 就算了 真的有什么大利家 好 好